其實小代今天比較可以展現出這種不安排出來的球路 或者是說比較手法性的球路 而讓王思賢這邊有所遲疑去判斷的話 我相信他今天的勝算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其實馬來西亞一直算是小代的一個福地 他今年的第一座的一個超級系列的冠軍 也是在馬來西亞這邊來拿到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他今天順利的來擊敗王思賢 那當然今天小代的對手王思賢 我們要先來了解他一下這次的一個大會 是排在第一號的種子 世界排名在第二名 那生涯的戰績162勝49敗 那2013年33勝10敗 而且其實他曾經在世界排名也曾經高居過第一位 絕對是一位不好惹的對手 在這次的小組賽打得非常的強勢 連續三天的比賽打戴梓穎 那打陳志炫 韓國的對手還有泰國的彭提 通通也都是直落二來獲勝 不過其實對於這一波整個中國的 單打的好手來襲來說 其實王思賢的心理狀況的確是如同李教練講的 其實在包括輪胎運會爭取參賽權失利的情況 接下來是邁入到了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低潮 才在最近的幾場比賽裡頭 包括在法國公開賽拿下了女單的冠軍之後 才慢慢狀況越來越回穩 那至於在戴茲營的部分 世界排名在第九名 那生涯的戰績118勝72敗 2013年30勝14敗的一個狀況 今年是在馬來西亞公開賽 在下的超級系列賽的冠軍 所以當然來到了馬來西亞 而且其實場邊的球迷的一個熱情的支持 對於小戴其實小戴球場上很容易是靠著整個感覺在打球 所以其實場邊的球迷如果熱情的幫他加油的話 其實他很快是可以打出自己比較好的狀態 在這一次小組賽晉級的狀況 在第一場比賽輸給了王世賢之後 接下來連場比賽是頂住了壓力 分別是直落二擊敗了泰國的彭提 那第三天10比21 21比12 21比15 擊敗的是韓國的陳遲迅 當然我們知道其實小戴在最近幾次跟陳遲迅的交手 也沒有站著什麼太好的上風 不過關鍵的時候他也是成功的拿出了自己非常精彩的表現 沒錯 小戴的年紀也非常的年輕 是19歲的年紀 那現在已經是在台灣這邊第一女單了 同時他在這一次的一個參賽也是在台灣的選手來說 第一位挺進到女子單打的年終總決賽的女獎 可以說是女子單打 那在女雙方面還有其實在早期有陳文心、檢園警 他們也曾經來參賽過 那畢竟單打的一個困難度是來的比較大一點點 那當然早期的少姐的話那時候是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當時他整個黃金的時段的話 是沒有這個宇宙超級系列賽的 那當然這場比賽 國內的球迷應該也是引頸期盼 那很難得可以在這樣年終準決賽這麼高的一個殿堂 來看到有中華隊選手的出賽 沒錯 這一次的最盛裁判是香港級的 在八九省就是南大級的裁判 那其實在和督這邊的本身的教練 像前總教練 中華隊總教練廖國茂也指出 其實小代在這一階段的在比賽 那當然在這個小組的賽裡面來講的話 當時我們預估其實是彭迪是最難過的一個 因為最近我們其實透過總共我們知道 彭迪最近的狀況是相當相當的好 甚至很多中國的選手都是落在他的拍下 那甚至雖然是輸也是打到三局 所以其實他能過彭迪那一關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邊是有一點點的鬆頭 就覺得 表示說小代其實他這一次的比賽的一個 狀況是相當的不錯 而且其實他打王世賢來講 51分鐘 這一般都是三局的時間才對 而兩局就拖到51分鐘 所以相對他的整個內容 他的拉掉或各方面來講 其實是蠻有內容的 那當然今天小代在短短的時間裡頭 二度要對決王世賢 還是絕對小心 畢竟王世賢這位對手他在整個 四角拉掉的控球精準度是非常的好 所以小代自己在手上的一個失誤 絕對也是要降到最低 是 那在這邊也是第一支小代 第一個就是說自信性要提升 第二個就是說 如何在場上造成讓王世賢這邊 有一點點的一個壓力 那當然王世賢如果有壓力的話 他本身的卡拉性並沒有像林學雷來的這麼好 所以就是說能從這幾個方面來著手的話 相信的話會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類似像這樣 按牌裡出來的那種回擊的球 不是小代這邊的一個叫招牌的球路 是 是 直接在抽一個大對角的位置 落點落得非常的精準 2比3 小代追到1分的落後 那回球的質量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王世賢這邊的一個圖景力也很強 是 小代剛這一球的長球 其實是沒有到底線了 兩位選手過去官方的交球記錄有4次 不過這邊是由王世賢站得比較好的上風 是拿下了4場比賽都獲勝 好 哇這個球王世賢這個右後方的滑牌做得相當的隱密喔 就掉中了小代的左前方 那其實王世賢這位選手 他過去比較引以為傲的一個球場上的表現 還是他在往前的一個處理球 所以今天這一點小代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畢竟其實短短時間內第二次的交手 相信帶進一定是已經也是研定好了自己的戰術 沒錯 這顆球完全已經是偏差掉了 是 當然在目前來講的話 小代第一個就是趕快要取得分數上的領先 因為畢竟分數上領先才會 即時造成王世賢心理的一個壓力 接下來就是他的計算數的一個發揮 哇我們看這個球其實發的並不是很深遠喔 我們看王世賢吹到底線以後最後還向前一步才把這個球回擊回去喔 這個王世賢手法相當的漂亮 是 不過又被王世賢這邊逮中了一個機會 切到了小代的左前方的位置 沒錯 那小代這邊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他後場這個拉掉的這個時間點 或是他的這個深度到底夠不夠 我們看其實王世賢在第一條線的時候就已經把這個球回擊回去 表示這個球並不是夠深遠喔 那目前場上的比數帶進還是暫時3比6三分的落後喔 所以王世賢也是蠻年輕的喔 今年才22歲喔 哇 今天小代在左前方的這個位置喔 我們要再多留意一點喔 王世賢處理了非常多球來到這裡 其實小代的一個回防能力是稍微要做點調整 而且其實小代這個球如果 即使這個球對角球接上來 其實王世賢已經跟上了這個對角球了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他前一個球喔 這個右手邊的這個球滑拍 尤其王世賢滑拍 小代一定要注意喔 稍微可以改變一下他飛行的一個角度喔 喔 沒有關係 因為戴慎其實他在整個比賽的場上的強項也是 其實在整個臨場的發揮喔還有比較不安排出牌的球喔 看有沒有辦法趕快把他拿出來啊 是 哇 又來一次的這個隊長滑拍喔 8 3 那我覺得目前中華隊這邊所欠缺的就是 隨隊的這個勤收小組喔 因為其實在中國隊出去的狀態 其實他分工分很細喔 他有專門翻譯的做文書行政的 那教練只負責就是場上指導以及科後的訓練喔 那至於這一些對手的一個狀態 對手的一個熟悉度來講的話 全部都是另外一批教練提供的這個 這半年的或是這三個月的資訊給 提供給這教練 那教練再來下達戰術或是跟選手來做溝通喔 所以在中華隊這邊的話是比較欠缺是需要有這一個 呃 請收小組喔 那很明顯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在經過了幾天 小組賽第一天的一個對決之後 王世贏其實比較可以抓到小代這邊在左前方的漏洞 沒錯 那是做主的準備喔 再來來到今天的場上 在籤表的另外一頭 是由李雪瑞這邊尋求衛冕的這位女將 已經先直落二擊敗了裴炎珠喔 王世贏今天跟小代手跟得相當的緊喔 喔 幾次非常漂亮的球都被救了回來 喔 喔 不過還是讓小代這邊掌握到了一板攻擊的機會 是 打得非常辛苦 不過這個分數拿的是非常的確實 沒錯 其實小代今天一定要特別注意 感覺上王世贏今天已經抓住了他整個進攻的一個路線了喔 這幾板的這個很犀利的球完全是被救了回來 還有最後一個球王世贏這個出拍的一個力道稍微偏小而沒過往喔 我們看這個發球的還是不夠深喔 看王世贏他所站的位置就知道了喔 沒錯 還是再往前再頂了一步之後才做一個回擊 是 那發球不夠深的一個狀態 第一個就馬上造成自己本身的一個被動了喔 結果最後的一個關鍵牌喔 還是出現在小代的座位前方 回去掛網 這個球太可惜喔 他最後才判斷想要用那個時間差的這個小球回擊喔 不過這個球已經稍微太低了喔 沒錯 其實角度已經有抓到也提前的一步先趕到這個位置來等待啊 沒錯 差了一點點不過沒有關係喔 看小代有沒有辦法趕快再做一點點調整 好 結果這次再往前往後場來推示邊線落到界外 王世贏11比5在第一局前半段結束之後 六分領先 commercials 一千萬円 差不多 五分頂一個標準 就算成分了 天呆 也要做什麼 總算成分了 側親一個小小廈 什麽 你 老js 往前 你 感谢观看